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强却在把玩八卦镜 忽然从镜中发现有女人 一时好奇追去查看 原来是一对情侣在轻轻握握 汉子听见有人慌忙跑了 但是女人翠姑已经瞧见小强了 故意到小强面前调情 可惜小强是一个纯情小童男 不知道风月之势慌忙跑了 而绿女翠姑随即变成一只绿鹦鹉 天色已晚 小强跟旺财继续上路 荒野之地找不到客栈 忽然发现一间房屋 小强让旺财骑马先行 他骑驴在后面 却发现后面有妖物在拽自己驴尾巴 小强慌忙拔剑把妖物吓退 等追上表弟时表弟正在房屋前喝粥 可是小强却看见表弟身边麦周人是一个骷髅 慌忙把表弟叫到山边 刚对表弟说麦周人是鬼 结果骷髅献献出言行 二人惊惧之下 跌跌撞撞 进入身后的院落 此时一群狐女在看笑话 一个狐女隐身走到小强身后 把门栓插上 这可把小强吓坏了 狐女发出声音 让小强扶着旺财进屋休息 虽然小强旺财看不见 还是按照狐女的吩咐进屋休息 旺财刚到屋子里就闹肚子疼 自己上厕所了 只剩小强坐在屋子里 被一群狐女围着嘲笑 小强看不见狐女心中生气 口吐脏眼 结果被狐女捉弄 为了让这群狐女现身 小强使了个心眼 果然狐女们一个个露出真容 个个貌美如花 小强趁机调戏狐女 结果惹恼了众人 狐女们一生气 就把小强的衣服包了下来 忽然狐女中的小姐村花回来 狐女们才慌忙让小强穿好衣服 村花让小强跟自己走 让其他狐女服侍旺财 深夜小强在独自修炼制鬼术 而翠姑悄悄来到窗前 看见小强摇头晃脑袋 施法力让蜡烛的颜色变成红色 就在小强感到奇怪的时候 发现翠姑就在自己身后 二人也算是老相识了 翠姑甜言蜜语的就和小强睡在一起了 旺财在书案前睡着了 忽然一阵阴风吹来 蜡烛被吹灭了 就在旺财去重新点燃蜡烛时 忽然发现旁边桌子上有一说话 旺财却丝毫不怕一身正气 最后劝头颅回到阴草地府 不要留恋阳间 然后继续到书案前读书 随手拿一个包子吃 身后的窗户打开 忽然伸出手也要来一个 旺财慌忙用猪笔在恶死鬼的手上写一个字 恶死鬼赶紧认错求饶 其实恶死鬼哪有不恶的 不过旺财还是心好 把一盘包子都给恶死鬼了 次日天明 旺财前来找小强想要离开这里 可是小强一出门发现此地鸟羽花香 想要多留几日 见旺财执意要去 便装肚子疼 旺财无奈值得同意继续住下 旺财信不走到房东小姐的书房 一番寒暄后 妹妹村花穿着纸衣服领着丫鬟离开了 姐姐妹娘看着旺财画的美人称重 旺财妙手单轻 旺财马上要为媚娘画像 才子家人各有心事 而五个丫鬟得知小强跟妖女思通 故意使出法术捉弄她 而媚娘在房中大展幻术 为的就是能跟旺财畅谈人生 此时旺财已经知道 面前的媚娘是一名狐仙 媚娘为旺财献取一手情道深处人自罪 就在旺财想要把革命的勇在升华一下时 媚娘及时制止旺财 表示自己可以变魔术 先给旺财变出一个环分 说大姐把旺财吓坏了 媚娘又给旺财变出一个验手 她大姐长得惊险刺激 最后媚娘让自己的丫鬟小芳来陪旺财 到了深夜绿衣女翠姑又来找小强 结果刚先开被子就发现不对劲 原来是媚娘的丫鬟 双方打了起来 一会五个丫鬟全部现身群无绿衣女 不过翠姑法力高强一亿敌五还占上风 就在打伤五个丫鬟 去房间被春花给拦住了 春花跟翠姑大打出手 不过打架的招式实在不美观 最后绿衣女还是逃走了 春花气不过要把小强的耳朵割下 来恰好媚娘及时阻拦 然后领着众姐妹走廊 小强则偷偷溜到旺财的房子外面 她窗户偷看媚娘跟旺财打情骂俏 小强则想开门进来 结果被媚娘用葡萄捉弄 用香蕉捉弄 小强有些生气了 他准备找师傅来帮忙 次日小强来到安平镇找到师傅 师傅给了他几张皇服 告诉他收复狐鬼的方法 最后又给了小强一个避鬼法器 到了晚上小强悄悄溜进旺财的房中 把一张皇服烧了 放在一个花瓶中 此时媚娘又进来找旺财 二人心有灵犀 就在媚娘准备把果汁放下时 突然花瓶中发出一道光照住了媚娘 随后媚娘就被收进到了花瓶中 小强慌忙出来用狂服把花瓶嘴给封住 然后跑出去准备用开水烫死狐狸精 此时媚娘在花瓶中苦苦哀求旺财放了自己 就在小强提水过来 旺财阻止了表哥 还是把皇服揭开放出了媚娘 媚娘对旺财表示感恩 并说自己会报答他 而旺财画媚娘的画像就差一双水灵的眼睛了 这一日晚上旺财又在书岸上睡着了 媚娘现身在书岸上 看来对于旺财的救命真恩 他也想以身相许 在旺财的梦中二人喜结良缘 而小强在睡梦中又被绿衣女翠姑叫醒 翠姑强行跟小强乌山云雨 旺财为媚娘的画像 添上双眼越看越美 忽然媚娘从画像中出来 旺财十分欣喜 但是媚娘告诉他 小强被妖女缠绕有性命之忧 二人来到小强的房中 媚娘怒斥翠姑 翠姑慌忙走了 此时小强已经四肢无力 精神恍惚不过媚娘还是用法术救了小强一命 媚娘临走前告诉旺财 自己一家会被恶鬼骚扰 到时候务必请小强出手帮忙 因为一物降一物 这天晚上媚娘正在睡觉 忽然来了一个色鬼 所谓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是小强和旺财来到媚娘的家里 此时媚娘已经病饿在床 媚娘父亲把媚娘的状况跟小强旺财一一说明 小强当即表示自己一定会赶走恶鬼 当天晚上白衣色鬼又来到媚娘的房间 掀开床背一看竟然是小强 小强也不知道害怕怒斥色鬼 小强开始跟色鬼打斗 不过这个色鬼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恶 甚至要骑在小强身上 结果被小强给转晕了 小强被色鬼给勒住的时候 小强拿出法器把色鬼逼上横梁 趁其不被用法器打中色鬼 色鬼从横梁上掉了下来 虎怒心口说三日后报仇 随即溜走 媚娘与家人非常高兴 在荷花池边设宴款待小强和旺财 到了晚上小强建起法坛 开始装枪做事准备捉鬼 白衣色鬼领着一批厉鬼 开始冲进媚娘家 捉拿众狐女 双方瞬间展开生死厮杀 这个时候小强表现得十分英勇 拿着法器震慑群鬼 而色鬼趁机要捉住媚娘 结果被旺财拿捡威逼 双方再度拼死打斗 而媚娘父母都被恶鬼给勒死了 此时小强及时赶来 让旺财领着狐女们先走 色鬼也不跟小强废话 让穷鬼缠住小强他要去抢媚娘 就在旺财和狐女们逃到前院 被一群骷髅鬼包围 此时狐女们都被骷髅鬼勒住脖子 而色鬼也现出原形 要跟媚娘旺财一决胜负 此时小强又及时赶到 不过群鬼众多 人打架拼的是人多 鬼打架拼的是鬼多 就在恶鬼忽然抢了小强的法器 众人被恶鬼捉住 此时小强的师父突然从天而降 使出法力把穷鬼消灭 是天明师父用酒水救醒小强和旺财 非常不错的一部少士老电影 谢谢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